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全球十大的科創中心 最近有一間會計師樓 連續很多年做了一些統計和調查 想知道全球的科創中心最大是哪十個 第一個就是新加坡 第二有兩個城市 一個就是美國的紐約 以及一個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排第四是中國的北京 第五是英國的倫敦 第六是中國的上海 第七是日本的東京 第八是印度的巴恩加羅爾 第九是中國的香港 第十是美國的奧斯丁和美國的西亞圖 你會看到 我對這個調查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深圳不會在裡面呢 你說北京上海 比香港排得前我是贊成的 但是深圳 竟然在這十大城市裡面 我是其中一個疑問 你也會看到 十個城市裡面 中國就佔了三個 北京上海和香港 美國也佔了三個 紐約 奧斯丁和西亞圖 你會看到 即是說未來的科技的創新 就是中美之陣 已經全現出來 也都看到 新加坡在科創那裡 是走得很先 那幾樣東西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他們重視人才 給很多錢 挖一些最尖端的人才 尤其是現在的加密貨幣 我想最先進的都是在新加坡那邊 第二就是他們那個監管 是走得前的 即是香港就是所有的監管都是防備風險 那新加坡呢 反而是進取一些 即是他容許有少少風險是沒有的 至於你說香港 那其實因為可能他的受惠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是中國的地方 但是他有自己的制度 對於科研的研究的 知識產權的保護 大家是有信心的 所以令到香港都可以佔一席位 今天想說的十大科創城市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